好 再来关心一对新人 在去年元月办婚宴 婚礼车呢是开到了新娘家中 不过新娘却还穿着牛仔裤 还告诉男方她不嫁了 新郎愤而提告求偿141万元 不过高雄地方法院认为 男方随后另结女友 没有鸡选损失 判赔新娘只需赔9万元 电影落跑新娘穿着白纱参加婚礼 但总是在最后一刻临阵脱逃 而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落跑新娘 高雄一位新娘就在迎娶当天素颜 还穿着家居服以及牛仔裤 向男方的父母表示不嫁了 对方苦劝新娘 新娘还是将婚纱退给男方 新郎愤而提告 已婚前拍了婚纱照 并订驼理车还管发洗铁 洗开32桌 加上精神损失 求偿141万 两个人没办法走下去 那你为了这个钱的金钱上的问题 那也不合理吧 也没有严重到一定要他赔钱之类的吧 新娘出庭表示新郎已归宁 男方只有六人出席 两人大吵一架 并要女方想清楚再嫁 法院认为的确伤了新娘的心 而新郎在婚事告吹之后 又交女友随即结婚 法官认为没有精神损失 加上当天喜宴 造常开桌 而且都是男方的宾客 因此判决新娘只需赔偿9万元 好 谢谢大家